肃清拜登加大力道投资美国的半导体的同时 他今天事实上提出警告 他说Delta病毒在美国的确诊案例 事实上也大幅的成长 可能会有更多人死亡 是的 因为其实全球现在累计已经超过80几 甚至有数据说有90几个国家看得到Delta病毒 那其中美国呢 从几个月前几乎找不到Delta 到现在有人说近两周 甚至可能有到20%的确诊病例是Delta病毒 那这个Delta病毒出来之后呢 其实不止美国 全球现在都受到影响 包括呢 最近台湾为什么宣布 像孟加拉或者其他地区入国也要集中检疫 原因就是这些国家他们发现 他们有Delta病毒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了 所以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到底现在这疫苗对它有没有效 其实这个直接也会重提到中国 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在最近的疫情 在广东地区的广州 也就是有Delta病毒出现 那大家都在传说 他们其中有一个地方的案例就是 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代的患者呢 他跟第二代那个患者呢 他们总共在厕所是 共同的时间是90秒 那这个第二个被传染的人 这个跟第三个是怎么传染的人 他们总共是在一家餐厅聊天 戴着口罩 讲了一分多钟 那第三个怎么传给第四个呢 这个第四个跟他甚至只有在一个厕所 共同待了14秒 只是这个第四个人他没戴口罩 他是出了厕所才戴口罩 他们就说哇这个Delta太厉害 14秒就传了 事实上不是14秒就传 而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 Delta病毒或其他病毒都一样 他们都会在环境流存一段时间 所以他可能表示他是比较少量的病毒 他就有机会 这就是这一次看到Delta 他们说他一 他的传播力为什么比Alpha更好 高三成到六成 有些专家认为说是因为 一旦他黏上细胞 他更容易融进去 这也使他的传播能力更好 那为什么说这对中国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假设今天Delta传播开来了 他们现在疫苗打得多 但是科兴跟国药 真的可以保护他们的民众 免疫被Delta感染吗 这也是他们连他们前的官员 都好在考虑这件事 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在蒙古 或在塞西尔 蒙古最近这一波升得非常高 他们也是几乎打的 就是国药以疫苗为主 那假设他们的疫苗 没有办法保护不被传染 那接下来Delta如果进去中国 中国没有更好的防治设备的话 有没有可能造成他下波至少 巴林就是打了国药科兴 现在补打辉瑞吗 对现在要补打 其实现在这一波 你知道吗 全球都在拉紧包 因为像南非或非洲 非洲也是最近一直在第三波起来 而且非洲要即将面对比较冷的天气 你知道他们现在 世界卫生组织 甚至直接干脆决定去 前进南非设立一个叫 MRNA的技术移转中心 为什么 因为其他国家的疫苗来不及了 从COVAX分类不够了 直接要求技术移转设在南非 让这些地方的国家也有机会 产制MRNA疫苗 就是为了因应下一波的来临 好我们稍后回来